這是質如沖的CRW 有兩支槍想介紹 首先我講一講這支毒蛇M4 其實之前都講過 這個做了一個特別的舊化處理 會特別不同 想扮演有出電影 SWATS 即是講特景 LAPD或NYPD 我的客人也鍾情於 一個Biohazard的遊戲 加上一個標準 做了一個特別版 這支鏡未相實 我們稍後會攪拌螺絲 相似SWAT電影裏的造型 第一幕銀行劫匪 他們都是用這個設定 不知鏡子會較小 要買一支真的Tragicon 才有那支較小的尺寸 這支是四倍 這支SWATS HAND GUARD 也是在美國找的 極新Condition的真品 這支鏡子會開啟 這支鏡子會開啟 或者這支鏡子長期關掉 不會意外地觸碰到 這樣便會開啟 另外那邊 有一個長啟和長啟的按鈕 這支鏡子 就是這樣 這支鏡子就叫特景雄風 當年 不同地方不同的音樂 另外呢 就說一說King Arms M79 真木和全鐵的Granade Launcher 這支真槍 伏翼的年份非常長 由越戰開始 一直到現在這一刻 都偶爾出現在戰場上 美軍和SILTEAM都經常揹著它 King Arms也出了短的版本 現在SILTEAM 穿著A461 都有拿短的版本 短到這麼短 我們也會遲些介紹 這支鏡子已經是很重要的 要入彈 由於重量關係 就掉了出來 我們試一試射吧 任何市面上的 40mm BB Shower 這些彈都會通用 好 會散得很厲害 很大聲 攝影機移動 因為這些BB彈 會反彈回頭 扣機的力度都很大 才會打向彈 我斜一斜地 看看噴的Gas 好 火 就是這樣 有些室內 我都不是入盡彈 因為這個入盡彈 超多 應該有百多匪 我每個孔只入盡一粒 細節方面 這個按下去 可以攤平 這是什麼呢 實際上 真槍是一個拋物線的射擊模式 這個越低 支槍就打橫向 越斜 拋物線越高 你射的目標越遠 支槍擺動的角度就越高 但是我們的氣槍 是不需要理會這些東西 所以都是造型 而 安全 這裡 沒什麼玩的 另外這個 由於 它當年設計 可以說 有些冬天 大手套 弄走它 以一些 手指 觸碰到 的位置 就是這麼多 細節上的東西 好 數量不多 這些貨 KING ARMS 出的很少 這個是暫時最高質的M79 各產有些木 就不漂亮 我都建議儲買KING ARMS 謝謝